澳门昨天举行了民间公投争取普选特首 但是5个实体的票站都受到不同形式的打压 其中位在水坑委公共行政大楼的主票站 一直有便衣警察在场监视 其余的4个票站则传出有工作人员遭警方带走调查 一直到昨天晚上10点 已经有3808人成功投票